夾縫中把這些細節處理好 然後再來 所以11月8號的外踏查課請大家務必要能夠出席 那詳細的規劃我們會再跟助教組討論 因為考慮到交通還有當天可能大家帶筆電 所以這些細節我們會再討論 然後最慢就是11月8號前一週的客戶通知會提醒大家 然後第二個我們雖然不是每次的課堂都會有課堂作業對不對 到目前為止就是文老師那一堂課有課後作業 但是我們寄給大家線上填寫的那個課後作業的回覆表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那個表單上面大家也可以去填寫 就是你對那一堂課或者是對於整個課程進行的一些建議 那所有的建議我們都會再跟老師還有跟其他的助教做討論 所以只要有任何的想法有任何的問題 你可能比如說不好意思用E-mail或者是不好意思用電話或者是當面講 你可以用那個線上的 可是我不曉得那個跟E-mail有什麼不一樣 反正那個可以用就對了 請大家不是只有課後作業才可以去用那個連結 然後再來 因為我們這堂課呢 有我們的好多來自不同社群的夥伴 但是其中有一群人台大步道社的同學他們比較特別 因為他們不用跟大家一樣他們不用交作業 所以他們也沒有被歸類在 就是要交期末作業的那個任養分組裡面 所以想要跟那個育成這邊說一下 就是建議之後那個步道社的同學 我們就盡量坐在一區 會這樣說是因為我之前跟助教開會的時候 助教沒有辦法認得起大家 因為有很多同學參差在裡面 那想說怎麼有那麼年輕人在裡面 那好像不是我們班的這樣 那個是我們班的 只是那是步道社的同學這樣 然後就可能請育成幫忙說一下 那因為不見得每一次都會有這麼多的人 有時候多有時候少 就稍微每次到的時候稍微提醒一下 這樣 好 那以上 有沒有什麼問題 針對上個禮拜的問題 有嗎 不是上課 是交作業 那個表格他只能填名字 對 那你上誌文老師那個 我覺得是用的表格比較好 你可以學雞吉 雞吉交了一個word 他就是交了一個word檔 然後上面也有點這樣 那這種就加分 沒有啦沒有分數 你說word檔是用音樂嗎 對對對 還是音樂給我們 那我說我能不能 word檔上去 那個叫做 線上填表那個喔 雲瓜文 可以啊 線上填一個連結 可以可以 這個也可以 好 然後我們沒有跟大家講說 那個每一次 要是老師突然想出作業 然後那個作業的繳交時間 我們沒有講對不對 那大家覺得呢 那我們要定格 繳交時間嗎 比如說下個禮拜前 一定要交這樣 不用啦 不用 不用 謝謝石櫃姐的回應 好 尤其是上課 一直到期末前 因為 這樣說好了 我們之前在客戶說明的時候 有跟大家提醒過 就是我們最後結業的方式 是會有老師跟助教群來 針對大家做評估嘛 那五項指標裡面 就會涉及你每次交的作業呀 還有比如說你出席的狀況啊 然後課堂上面的回饋等等 老師都會綜合評估 所以如果 因為我們很看重這件事情 所以相對如果大家也很看重這件事情的話 就請大家就把握任何一種 任何一個機會去表現 然後讓老師跟助教們知道 大家怎麼看待這些議題這些事情這樣 好 那還有沒有針對課堂上的一些問題想要反應跟回饋的 沒有齁 那今天接下來這堂課是請到那個佳智老師 佳智老師大家還沒有第一堂課的時候老師有到 然後今天老師會跟大家來談那個 這個步道的分級分類 還有老師會講那個遊戲序列 也會講到這個RS 那這個東西呢會很直接的影響到大家 在期末作業的時候怎麼去評估那條步道應該要怎麼做 做到什麼強度 因為上個禮拜前兩個禮拜我們學會了怎麼去調查 怎麼去知道說去觀察一個步道應該觀察哪些面向 但是這些東西還沒有談到的一個東西就是 最後怎麼去決定跟影響那條步道它最後呈現的樣貌 比如說它是 比如說我們常見的青子型、礦野型這些 今天老師就要來跟大家介紹跟分享這些概念 那如果沒有其他問題我們就 掌聲歡迎老師 謝謝大家 我很快的認識一下大家好不好 那沒念到就是代表我已經認識 青翔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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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翔還沒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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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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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看到 黎萱 秋昆 秋昆 是涉水的 淑慧跟正維 子仲 這個字怎麼唸? 劍曲 徐 徐黃 你還沒到 雞人 謝謝大家 今天的課程會比較無聊一點 我們在上一個 基本上它是一個論述 應該是一個理論的論述 應該是講三個理論 一個是ROS 一個是自然度 然後從ROS跟自然度裡面 我們要去歸納一個環境的同質性 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所謂的環境的同質性 就是要來做為我們今天 做步道分類分級的原則 這個環境的同質性 我們會用ROS跟自然度理論來做 OK 但是講正輪課之前 我今天會有三個 section 如果時間許可 還有一個其他 因為我要為下個禮拜講風華做準備 那如果沒有時間的話 我想我們就先把前面兩個部分搞懂 那第一個部分 蠻多人已經大概比較清楚 台灣的基本環境認知 我想這部分很多NGO 或是像學號 你們經常當保育職工 跟環境職工 我想基本上對這個部分很清楚 所以這個部分 我會很快的稍微ROS一下 因為既然我們做步道 或是說光環環境 大概對整個OAO的台灣環境 從高山一直到低海拔 河口或是其他離島的部分 會很快的ROS一下 那第二部分我才會講 整個步道的分類分 分景分類的部分 那第三個就是工法的部分 那台灣的基本環境認知 我大概會從這四個方向來談 四個方向來談 OK 這是世界的地圖 綠色的中心點是台灣的中心 然後上面的這條線是23.5度 北緯 那下面這條就是南迴歸線 那北迴南迴中間當然想必有一條 我們叫赤道 所以很清楚的台灣的位置 在這邊一路如果往北走 就越來越來越走溫帶跟寒帶 當它一路往南走越接近赤道的時候 它就越接近熱帶 所以你會發覺 在這個地方為什麼會有所謂的 不管是學者講的熱帶語音 或是熱帶季風靈 然後在台灣的中部以北的高山上 有一些冰河遺址或是冰河遺跡才有的東西 這是我們在緯度上面一個很曖昧的地理位置 那第二個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產生它很多的多樣性 那這個大概在一萬多年前的最後一次冰河被退 所以很多的物種你知道 當冰河往北走的時候 很多的物種它必須跟著這個環境往北牽 但是有些人沒辦法走對不對 沒辦法走不是它因為膝蓋不好的關係 也不是因為它沒有吃那個glucosamine 有些人走就是它本身腿就短 也很難走 或者是像台灣山香山這一種 它就是植物它沒辦法走 所以他們必須在這個島上 找到它可以棲息的地方 所以它可能花了好幾千年 慢慢慢慢地走慢慢慢慢地演變 所以大概就會出現在一千五以上的這些部分 所以像山椒魚、櫻花鉤紋龜 那包含雪山跟南湖大山的這些冰河 全谷的這些遺跡在這個地方 所以從緯度上面 從生態的多樣性上面 當然我們如果回歸到 大家最容易看得到的 大概就是從枝群的分布上面來看 那枝群的分布上面來看 可能因為一般人比較少接觸 三千公尺以下的大山 但是經常接觸的是 這一個目前框下來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大概屬於我們講的中海巴 那南部也許你會從一千六到一千八才算中海巴 可是北部也許一千四就是中海巴 那這個大概有一個所謂的我們叫的現象 叫做北降現象 北降現象 北降現象是因為緯度的關係 所以你在南部可能要在一千八才能出現的這些子群 可能在宜蘭的這個部分 說不定在一千四就會發現到 基本上是這個概念 那再去Google一下北降現象是什麼東西 那目前來說進入十月份以後 特別是十一、十二月份 是這一個靈代裡面最漂亮的一個時期 OK 那我們先從高山一路往下彈 從高山上來彈的話 我們大概從三千公尺如果切一條線往上走 那我們經常接觸到大概就是一些建築林 然後有一些冷山林 那從三千的公尺往下走 大概再到兩千五甚至一到一千八左右 那慢慢慢慢的就出現了我們的鐵山林帶 跟檜木林帶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冷山林 其實它是一個很特殊的東西 它幾乎在北歐的國家裡面才會發現 可是在台灣這麼號稱亞熱帶的國家裡面 因為我們的海拔高度的變化 所以讓它也能夠出現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一個真代、寒淡的一個真夜林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一些image 上了三千公尺以上 你可以看到這些都是高山建築 高山建築 這個其實很高 有時候到兩米、三米 人鑽進去就不見了 這個部分 然後你可以看到比較屬於芒草的部分 那你現在看到的這條極線 大概就是我們號稱的中央山脈那個林線 這個山脈極線從這邊是北一路往南部走 一路往南部走 這個是大概早上七點半到七點四十五拍的陽光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陽光的面 你只不過要站在那條極線上面 陽光的面就是花蓮 暗面就是南頭 暗面就是南頭 這應該是從光屁八角那邊照上去的 OK 如果你上了三千公尺大山去看整個的一個 landscape 景觀 你可以看到 偶爾在這些芒草和建築林裡面會 在比較避風的地方 山谷比較避風的地方 都有這些黑黑的 然後很像聖誕樹的這種樹 那個就叫做台灣冷山 就叫冷山 那為什麼它會看起來比較黑 那冷山林有人又稱它叫做黑森林 因為冷山的葉片你如果仔細看 葉片格子短處就是很短 然後又是很像一個雞毛 單個來看的話 你拆它來看很像一個雞毛膽子 然後一根一根一根的 那因為它太厚又格子 所以基本上陽光在那個冷山林裡面 是沒辦法穿透的 或是比較難穿透 不像你在闊葉林裡面 你如果走在風箱林 走在叉樹 走在一些比較 屬於闊葉樹林裡面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你在闊葉樹林裡面 那個陽光灑在 透過樹葉灑在你身上是很舒服的 可是在這個冷山林裡面 你鑽進去一定是會冷的 因為它的林內跟林外的溫度 有時候會差到三四度 甚至於有時候會差到五度 相當的寒冷 所以你會看著它 就比較 而且它大部分都在比較閃風的地方 好 從這張圖你可以看得到 這邊大概從三千公尺一直慢慢慢慢慢慢 降到這裡一條線 南高越林到 基本上到了天子這個部分 大概是兩千三到兩千四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有一條植物的生長境界線 大概在三千公尺左右 一路的北降下來 那從三千公尺往下降的時候 會降到所謂的涼溫帶 增扣葉火和林 那這個 左手邊這邊是大概 你在這個帶裡面 可以看得到一些森林的樣態 那在這裡面 這一個海拔高層裡面 主要是以可斗科跟藍科的植物為主 那當然我們剛剛講的鐵山啊 台灣山當然很多山很大 比較少接觸到 另外在扣葉樹來說的話 大概就是這些基本的植栽 那台灣飼養大概在這個海拔 已經算是他們最高 最高了 再上去大概不會有 再上去不會有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在雲霧中看起來很像國化的 大概基本上在台灣 在台灣來說是鐵山 那在國外來說 可能在大陸來說 可能就是華山山或是其他的獸 那這個是天池裡面造出具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來說 這個大概是千金魚之類的樹種 然後搭配的大概這個是 大概洪詐漆 那這個大概應該就是台灣赤羊 一個這樣的一個 那你在這個帶裡面 大概也是一個雲霧帶 最興盛的地方 那就是這個季節所拍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闊葉樹 像千金魚之類的已經都落葉了 那剩下的大概一些台灣鐵山跟紅塊 會在山林裡面 在這個季節你上山的時候 大概所看到的大概就是這些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蝌蚌蚌跟藍木的這些 不管是樹葉的變化、果實的變化等等 在這個範圍裡面或是這個季節裡面 大概都呈現這個樣子 從這個海拔高度一路再往南走 應該是說往比較低海拔的地方走 大概是500、600公尺以上到1500 剛剛講的是1800或是1400左右的這個海拔高層 這個海拔不要去記它 你們大概知道這個環境就好 那會出現兩個靈帶 那這樣的一個靈帶 那這樣的一個靈帶 其實大概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區域步道 或是比較郊野步道裡面 大家會常接觸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這裡面 不管是髒蚌蚌蚌蚌另外茶蚌的植物 慢慢出現在這個裡面 慢慢出現在這個裡面 那如果再更往下走 大概在700、800到500左右的時候 它就慢慢變成山跟龍鼠的 這個部位會出現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類似像這樣的植栽 會在這個靈像裡面慢慢出現 而且你可以發現 像有一些相識樹來 油桶或者是一些貴族 已經慢慢的要到所謂的低海拔的轉換 特別像山王馬購樹等等 這一類型的植栽 會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是大概這個靈形裡面 各個不同的靈像的一個概念 各個靈形的一個概念 那在這個區域裡面 我相信也是主要大家 特別是我們的長輩 在這個區域裡面 經常會在三眼裡面活動 所可以看得到的 那當然在零加南中章頭這一帶 的區域裡面 你可以又可以特別看到 像以竹子為主的 這樣的一個森林形態 比如往下走 進到了平原以後 會有幾個 台灣的幾個衝擊平原 被一些主要的核酸 所衝擊出來 那當然我們知道 這一大片 最大的我們稱為零加南 零加南平原 那考一下試 零加南平原 這裡有一條很大的缺口 白色的這一條 大概是什麼錫 OK 左水溪 左水溪 那這一條呢 比較靠近台南 跟嘉義了 這一條理論上應該是真溫溪 所以左水真溫 大概就構成我們 整個零加南的部分 那這裡有一個 一帶衝擊平原 綠色的部分 那應該是 高頻系所衝出來 那我們練習東部 東部有兩條河川 一個往北走 穿過海岸山脈 一個往南走 從台東出口 往南走 從台東出去的是什麼錫 北南 那往北走 穿過海岸山脈的話 是什麼錫 就是秀布蘭 所以 顧名思義 你也可以看得到 南洋平原這邊有一條溪 就是南洋溪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新竹這邊的話 大概籌錢啊 中港啊 然後這邊大概大甲啊 無溪 Anyway之類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 那個字被蓋住地方 有個小小小小的地方 那個就是我們的台北本地 淡水痕所衝擊出來的 這麼一個小小塊的影院 OK 可以了 繼續往下走 那當然也到了 濱海河口型 濱海河口型 濱海河口型裡面 有當然出現了很多 各種不同的紅樹林 不過南北 有一點點小小的差異 那北邊來說的話 大概是以水底森為主 那當然少數大概還有 紅海藍或是海前的 不過這邊要分辨這兩個 就是很好分辨的就是 紅海藍通常又叫乳梨角 它是一個枝齒根 有時候你可以看它 從樹幹 咻咻這樣子 長出去 去定在上面的 叫做枝齒根 然後海茄都是從 那泥灘裡面 長出很多的根出來 那個叫呼吸根 所以下次你去看 因為它很好認 它就是背著小孩在那邊 但是這兩個 你就是按照這樣 智齒根就是紅海藍 也就是五梨角 然後從奈泥灘裡面 串出來的那個呼吸根 那就是海茄洞 就是海茄洞 那藍裡比較 藍裡的葉片又比較小 然後它還有那個 會吐鹽巴出來 然後還會開白色的話 那這邊就沒有 你們上網補購就對了 Anyway 那今天這個不是叫自在課 所以我們很快地這樣交代過去 好 但是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你到了恒春半島一帶 你會發覺恒春半島 有一個很特殊的菱形 特別是在海岸 一直到我們所謂的高衛山胡椒 那高衛山胡椒 基本上最典型的就是我們的 肯丁國家生理遊樂區 但是很抱歉的 大概五十歲以下的人 大概很少再去那個地方 那五十歲以上 我們大概以前的國小畢業期 應該都會去那個地方 好 怎麼又跳來了 好 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邊有一個很典型的 就是說如果我們去海邊玩 在墾丁一帶的話 你會看得到在這個地方 會先有一個所謂的 珊瑚礁群的植被 那這些大概就是這些植物所構成的 不管是臭鳥子 或者是白水木 林頭等等 在海岸的最前沿的這個地方 然後你會發覺在 海岸山胡椒群以後 突然間會出現了一個海岸林 那大概是懶人 連夜童 起攀角 這個剖面很典型的是 剖過墾丁大街 往海邊剖 一路往大尖山的草原剖 然後再剖上去 墾丁生理遊樂區裡面 所以你會發覺 過了這個海岸森林以後 又突然間出現了草原跟棺木蟲 然後再進來又經過了一些闊葉林 然後再進到所謂的高位山胡椒 那你可以看到這些 大概是這幾個林群裡面 最典型代表的植栽 通通會在這個裡面 通通會在這個裡面 那就一路到了 不管是蘭嶼綠島或是澎湖 那特別是蘭嶼綠島這個部分 跟蘭嶼語系的那些不一樣 又有特別的植群在這個地方 好 這個是大概我們從 緯度、多樣性跟不同海法高度的植群的變化 然後進來就要講到我們的地形跟地質的部分 好 一廷今天有來 因為我知道他是地質的 所以我有些事情 欸有些東西就請他我們抽 好 從地形上來說 我們剛剛談到 台灣從北到南不到400公里 所以大概是385公里 然後從西到東 大概是143公里 可是在這樣子一個 這麼limited的環境裡面 它從0一直到3952 也就是將近4000公尺 而且中央山脈稍微的偏洞 所以如果你從這個pro一個section的話 從中央山脈一直到我們的出河口 對 往西走的話 它的平均波降 應該是5%左右 然後如果往東走的話 它的平均波降大概是7% 好 那你有一個基本這樣的概念 因為5%跟7%其實已經在 就算下小雨 或是基本上中雨 大概在15mm以上的時候 一降下雨 那個步道一定會產生重刷 因為我們的坡度是在太陡 因為我們的坡度是在太陡了 所以這個是地形上面 那在地質上面 通常來說 石頭有三種 火層馬 火層馬 層積馬 跟變質岩 那火層岩大概一般出現在 火山地區 像陽明山一帶 對吧 欸 講錯了你要糾正我 那層積大概就是我們講的 泰爾格國家況外那種 大概大理石地形 那變 變質 那是變質 喔 對不起 變質 那層積 OK 我們基本上所看到的比較大的是層積 這邊有寫 這邊有寫 而且他們的前身 大概都是一個黏直凝直的東西 然後經過高溫高壓在地殼裡面被壓榨出來 所以所形成的石頭 那大概是這種石頭 但是這種石頭 一旦它露出了以後 或是地震怎麼樣搖一搖以後 然後經過風吹日曬雨淋 開始慢慢風化以後 它就變成這樣子 那這樣子 文老師應該有跟你們講過 這叫做什麼酒 沒講過 好 這叫做爆塞酒 等一下會看 那個就是跟拉西一樣的 OK 你可以看到特別是這個部分 真的還算好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它就算不下雨也會崩 這個是早期丹大林道都還通的時候 我們去調查的一些寬燈片 那這個是丹大林道的部分 那你翻過丹大林道越遠以後 過了萬榮林道 這邊來說的話 大概就是所謂的大力石 電池越遠的部分 那相對其實它的石底應該很硬 不過因為經過九二營 經過整個風吹日曬雨淋 而且另外來說的話 包括直升另外包括坡度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邊坡 因為直栽跟釘進去它的那個結理 然後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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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多久那個整個就會崩掉 所以那個部分一般在巡視裡面 如果有那樣的環境 應該是有可能去拔 如果真的會危急到生命安全的話 那棵樹應該要處理掉 那當然處理掉不一定要砍掉 但是可能或者是做一些 那在美國來說 Pacific Highway 1 就是一路從舊金山 一直到Santa Monica的那一段 他們基本上每一年都會 run一次這樣的東西 然後對於有這樣的安全 餘力的不管是直栽 不管是碎裂的岩塊 那直栽它會先砍除 岩塊它會用炸彈先把它炸掉 就是避免避免像大家剛剛看到的那個情況 突然間下了一陣大雨 刮了一陣大風 掉下來去扎死人 大概是這個樣子 OK大概先這樣子過去 所以基本上來說 如果我們從整個大環境來看 那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整個一定會產生這樣的一個情況 一定會產生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再回來看 到底台灣的山域出現了什麼問題 這張反正片在講什麼 知道嗎 不是穿他 他穿馬鞋肉的那個問題 但是會用女孩子是因為 他畫面比較美 我有拍到男孩子穿西裝褲跟穿皮鞋的 但是那個feel完全不對 就是我們看起來還是很美 但是問題就是說 台灣的山域問題 我想不只是環境的問題 其實還有很多 像你進到山林裡面 你的衣著你的穿著 或是你是不是應該塗防曬 擦香水等等這些這樣的環境 其實這個只是要凸顯 就是說可能你進到山野的環境裡面 做好你自己的準備 包含穿著衣著也是很重要 但是OK好 山域環境的問題 這一連續大概就是從八八風災以後 包含這幾年 我們在山上所看到的情況 包含這個地方 大家有些人應該有去過 知道在哪裡嗎 以前奧萬大的風箱裡 以前是可以這樣走進去玩的 1997年的風災以來 把水這樣子淹了 然後水就跑進風箱裡裡面 淹了大概兩公尺 98... 對不起 然後98年的八八風災以來 大概淹了三四公尺 所以把整個吊橋把整個桶都蓋掉了 所以後來再去做調查 那時候還想救它 原因是因為那個風箱裡 大概就是奧萬大用那個 作為它的賣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用 想辦法把水引到旁邊去 我們要鞏固它 那2010年 2011年 都還好這兩年沒有大的颱風 突然間2012年又來了一個颱風 所以那些東西又不見了 OK 2013年更不見了 然後2014年 逐漸逐漸的往這邊走 逐漸逐漸往這邊走 所以整個風箱裡 現在應該差不多了 快掛掉 快掛掉 這是台灣山上的問題 那同樣的一棟生態教室 第一年的颱風沒有拆掉 第二年的颱風再把它掛一次 同樣的地點 不同的季節不同的颱風 然後現在做成這樣子 那現在是什麼颱風再來 它還會再快 不知道 那當然我們歸納來說 都是山上的一場大例子 這個是五年前 我們做南台灣區域步道的時候調查 我在谷坑華山一帶 做調查 突然間下了雷震雨 五分鐘以後就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開著車趕快往山下走 然後八八風再過後 可能去過滕滋人大概知道 這個地方已經沒不見了 你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管理處 舊的六灰大橋 當時斷的很漂亮 當時不斷的很漂亮 然後我們一路要往騰滋的方向走 的情況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現在這個地段已經做成那個 大U型的雲霄回車的那個 那個陡降的那個部分 那其實當時就是變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當然知道 我們剛剛講過那麼多 當然知道是坡度的陡度 地質的先天條件 就造成台灣在高山上不得不 有這樣的一個環境 這個更清楚 這個更落塞 這個是屯岩登山口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麼一整片 所以現在屯岩登山口 已經往上移了兩公里 所以我們下次要再去的時候 要再多走大概一個半小時 到兩個小時的地方 那包含阿里山的青年活動中心 那當然那個地方現在也封了 的一個情況 包含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在塔塔加夫妻樹附近 往柱山的方向找 我用這個投影機不太銳利 但是各位可以看得到 各位通常去早期去駐山觀日書 大概在這裡觀日書 然後你們會走上去 有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那後來如果你們再去 那個地方被封起來了 為什麼 因為它的背後二三十公尺 就是這個大的崩塌地 那如果我沒記錯 這邊是陳友蘭溪的濟水區 發過這一座山 塔山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做阿里山溪的濟水區 如果你從Google Earth去看的話 他們兩個剩下一公里多 就會變成河川西多 不曉得是阿里山溪要西多 陳友蘭溪 還是陳友蘭溪要西多阿里山溪 那其實這個狀況都已經變得 有點像緣起始 像緣起始 那這樣講很快 可是錫朵可能又是 不知道是一千多年以後的事情 反正你我看不到 但是看起來真的好像已經快結在一起了 快結在一起了 所以確實蠻危險的 好 親近十年前拍的照片 已經是這個樣子 已經是這個樣子 現在應該至少多一倍以上的民宿在這個上面 所以往廬山的方向 物色方向來說的話 大概就是這些高山的茶園或者是菜園 所以我們搭的中巴就被卡在這裡 然後當然往山上走 更多的像這樣的環境 你現在這個季節 如果去到南山 世紀武林通常現在比較好 或是到福壽山 大概就是這個情況 高麗菜收割完 全部揉露成這個樣子 那它下雨的時候 這一邊過去就是七家灣溪 這一邊過去就是河灣溪 所以整個這個泥土就往那邊走 所以你看到的南山世紀 在夏天的時候 看起來很像一個歐洲的風情化 但是它一旦收割完了以後 這個也是一樣 這是在丹大上面的 那還好大概五年前左右 大概這些事情都結束了 因為橋段陸峰 所以這個果農 菜農也進不進去了 所以成豬的期間也到了 所以就是退緩回來 你目前就開始變成造林 開始造林 不過這些東西大概一路 你只要一下雨 因為這個是佐水溪的上游 所以這些東西一路就進到佐水溪去 佐水溪去 以上 大概 講到這裡 台灣的整個大的環境 OK嗎? 可以認知 了解 花了多少時間 好 接下來 我們要開始講我們的正題 講我們的正題 步道的分類分歧原則 分類分歧就會比較無聊了 就會比較無聊了 OK 那大家暫且聽一聽 步道的分類分歧有很多種方式 這邊我歸納出來好像說有15種 但是我把15種殺掉了 Anyway 從步道的特色跟資源的屬性 那有些會從海拔的高度 坡度 困難度 還有危險的地形 距離 步道的現況 到底要不要入山入沿深情 承載的管制等等 這個都是你可以作為步道的分類分歧的原則 或是你要依循的依據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google了一下 然後把它丟出來 丟出來 節省一下你們的時間 第一個 如果我們從台灣山林幼兒網裡面 那郭一任郭老師曾經做過 幫民務局做過一些步道分類分級的東西 所以以登山界來說 我們剛剛有講過一個是用海拔高度 所以它從所謂的交山形的話 就規定1500公尺以下 中級山就是1500到3000公尺 然後高山就是3000公尺以上 然後它有相對應的步道狀況跟所需要的天數 以上大家看一看就好 因為這些東西問十個人 大概有八個人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大家了解 Anyway有人用海拔高度做這樣一個步道的分級 另外來說 同樣的用地理須位海拔高度做出這樣的分級 那所謂依循當然大概依照海拔高度的不同 尤其是再去細分 然後步道的狀況等等 但是因為台灣的 老實說 就像我們講的 東西不到150公里 所以台灣又很 台灣又很多東西是被壓縮了 那個東西就像北降線這樣一樣 你明明應該在1800公尺才能夠發現的 在宜蘭就有可能 搞不好搞不好在1200公尺就會發現 更不要說到1040公尺 那就是我們很多的東西都被壓縮 那同樣的 等一下我們講ROS或是自然度理路也是一樣 在美國大概可以很清楚的切出 它的同質性或是它的剖面 這一段就是屬於荒野性 這一段就是屬於 半以荒野原始型會機動車輛 這一段就是屬於都會型 哪一段就是屬於鄉野性 可是在台灣來說 你這個一刀切下去 搞不好有兩種型 更複雜的搞不好有三種型 它會在你的步道裡面 所以我相信這個課業你會做得很辛苦 你會做得很辛苦 但是我們當時研究案的時候 也分得很辛苦 然後跟學者在那邊打仗也大得很辛苦 那給大家參考 這個是林務局從過去登山借用海拔高度來分 OK 另外來說的話 如果從所謂的困難度 坡度 跟使用者的對象來說的話 那我們用台北市政府的青山故道分級表 我不知道它今年用了沒有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根據2007年所做的研究 一直到現在它所用的 應該還是依照這個樣子 第一個它有分成三個級 就是休閒、劍腳跟山友 因此它的路線特性、步道的波度等等 還有服務的對象 服務的對象 但是這種分級 如果你從這邊來看的話 顯然它是比較針對使用者 在做分級分類 我們請大家做的作業可能 第一個使用者要考慮到 第二個如果你是管理者 也就是剛剛曹政講的 如果你所選的步道 是在一個區域的都會 那suppose 你要滿足所有可能 穿馬鞋、穿皮鞋 甚至於有可能會穿高跟鞋來的 這樣的步道型態 但是如果你是屬於荒野、郊野的 像藍天隊江啟祥 它會告訴你 什麼都不做 你只要把草、路基砍清楚就好 所以這就是從 我們要分類分局 要從管理的上面來看 那當然使用者的部分 對公部門來說 通常它對外當然它會 比較重視使用者的這個部分 但是對面管理的話 管理者的這個部分 他們會比較少 他們會比較少 好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舉了縣市政府的 我們再舉 泰魯格國家公園 那當然玉山國家公園 或是國家公園 最近要講的A級、B級、C級、D級 那個我就沒有放進來 我就沒有放進來 好 這個是泰魯格國家公園 基本上來說 一樣的它叫景觀型步道 或者是叫漸型步道 它都有它描述上面的 那基本上來說 它當然偶爾會描述一些資源的狀況 或是設施的狀況 但是基本上來說 大概都主要還是對使用者 讓它可以了解 這樣的形態 它所富有的坡度 它所具有的油氣設施 所以你來的時候 你會衡量你自己到底要來走 健行步道 還是要來走景觀型的步道 那根據這樣子它所列出來的 它就把自己國家公園裡面 所屬的各個不同步道 就變成景觀型、健行型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知道 這些步道大概基本上都是老少協議 到不至於到所謂的通用 但是至少大概都可以親自 那有些部分或許就 很大理是講 上當很大理那一個嗎 還是前面那一個嗎 好anyway這個答一個問號 上到上面嗎 上到上面的話是景觀型 應該是登山型 好anyway不重要 我們大概基本上 把這些 所以另外來說 它總共應該分成五種 四種型 包含登山型的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一樣的 雖然說從困難度啦 區位啦跟裝備 但是慢慢慢慢的 其實它也交代 海拔高度的部分 海拔高度的部分 然後它告訴你 可能路徑上面是怎樣 而且越來越告訴你 你要多準備這些東西 包含你的穿著 你的裝備 甚至於飲水 還包含 某些部分是屬於生態保護區的話 你要事前提出申請 等等這一部分 還有所謂的探險型的部分 那一樣的 所以它就有這些錶裂的 錶裂的這個部分 感覺上探險型好像比較危險一點 對不對 那畢雪文山跟追陸古道士夫還好一點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個就是它在國家公園裡面所表列出來的這幾個 這幾個山形 好 國家公園 那不得不我們講到新北市 因為 就是新北市 就是三個月才剛拿到的案子 然後我們 基本上在Proposal的階段 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分級分類 供大家參考 供大家參考 第一個 如果我們從管理的制度面來看 我們分成 通用 短程 區域 郊野 遠遠 荒野 那這個分法是根據 紐西蘭的 還有應該是美國 步道的分法 分法 這邊之所會講到通用級 是因為目前來說 不好意思因為公部門的案子 我們配合公部門 從無障礙目前upgrade 到所謂的通用設計 所以從無障礙的旅遊 現在要推通用旅遊的環境 所以在任 那也 那 兩大公部門被授權一定要做這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國家公園 第二個部分就是交通部觀光局 所以你會看到最近這兩個 應該前幾個月這兩個單位都會announce 在每一個國家公園 它要做出一個通用步道 在每一個風景區裡面 它要推展無障礙的旅遊 這些消息出現 好 但是不管怎麼樣anyway 通用級 我們指的是 它有建置一個很完善的步道 步道很容易行走 而且基本上來說 它是這樣的一個材料 為什麼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你要推嬰兒車 你要推輪椅 七八十歲以上的 如果膝蓋受傷 或者是年輕人 騎摩托車不小心擂殘 需要主拐杖 但是他又想到戶外去走一走 我們現在在談的就是使用對象 那通用講的就是 從 身障、肢障 whatever的 身 就是依照身障法 所規定的那些障礙別以外 包含著老人、孕婦、小孩 臨時受傷的人等等這些 都必須要能夠滿足這些很多使用者的需求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要求 跟短程都會型的 跟區域使用的 那我們這邊有稍微做一些代表性的步道 不過我們現在正在revise這些東西 有些BIM不一定是對的 因為我看金銅在哪裡 在荒野芹上 大南古道十定段 大銅山 金銅古道 那個人 你們倆會認為 金銅古道是個荒野芹 不算是荒 離開社區以後呢 算喔 我們也有這個問題 因為一條步道 因為台北就像我講的 因為它被壓縮了 所以距離社區 跟社區比較近的 因為基本上它都發展得很滿整 所以當你在遠離社區一點 像我們上次去走 我們上次去走東四隔月 就是前面那幾個台車道 或是到那個以前的採煤礦那幾個椅子 那前面幾乎應該都是屬於短程都會型 可是離開那個以後 再進到山裡面去的時候 都已經變成了原野型或是光野型 等等 所以你們選的步道一定也會有這種問題 一定也會有這種問題 但是你們就大膽的假設去切你們的東西 好 那這個只是給你們參考 因為這裡面包含步道 它有主體跟標示 在這個地方 我先講一下好了 因為用英文來區別步道 會比中文來區別步道 會更容易 因為中文就只有講步道 或者是我們現在又講另外一個叫山進 但是從英文來區別人 但是從英文來講它有 pass 從 pass 再講到 trail 從 trail 再講到 track 從 track 再講到 route 它很清楚 它只要講這些它就知道說你們在講什麼 可是我們通通只有一句話叫做步道 所以 pass 好像在英文教學 我的認知就是有鋪面的 而且鋪面很完整的 路基很清楚的 那慢慢的 當然區域有些是路基很清楚的 可是有些大概只有 trail 大概就是路基也有 但是 track 的部分的話就是路基有 但是有時候可能部分不明顯 齊齊不平 然後到 route 去的時候就是 連路基都沒有 你就是自己願意去闖 願意去砍的那種 甚至有時候要自己帶刀的進去 所以它這樣子就會很清楚去彈這個部分 那後面的東西如果這個 上網公告 不是上網公告 就是PO上網以後 我先說明這些就先參考就好 因為這個最大波度 基本上我們要把新北市的步道調查完以後 我們做完分析以後 會去做修正 因為這個是根據國外的參考資料 先在 proposal 的部分放上去 所以這裡面有所謂的 最小的步道寬度啦 階梯啦 但是大家可以參考 因為至少這個是從國外過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OK 到了焦野型 基本上來說 只要能走路就好 甚至於到了荒野型 或是沿野型 它就沒有所謂的最小寬度的概念 但是在前面的短程都位 你常在 民眾常在走的 有時候都會要求到最小的1.5 或是至少兩公尺 所以你可以看到工部門現在做的 不管是鋪花崗岩的鋪什麼的 隔框步道的 基本上大概都會到1.5公尺這麼快 當然越往深山裡面就會要求的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所以 OK 這個部分給大家參考 所以你看到 在這個地方 步道的表面 那實在是不是應該要清楚了 那這裡面當然我們常碰到的 有一條叫骨道 後來我們發覺骨道要歸到這裡 所有的東西都很難去歸類 因此在這邊我們把骨道特別拉出來 但是我們建議如果能夠的話 就是用這種方式 把持原貌 或者用傳統的工法去修復 這樣子做法 那這個做法 在我們上上個月做調查的時候 就是 淡南骨道 暖暖東芝縣 對不對 那個部分 現在基隆交理局 發包出去 是用手作步道的方式去做 那個PDF 想辦法再分享給大家 我有把西北市的做法 跟基隆市現在手作 泰式公圖寶寶寶手作的做法 去超級比一比 那種做法真的 就會把那個骨道的炎一樣保留下來 而且是大家會很熟悉 因為那個東西好像我們自己 就是我們志工在山上操作 就是那個樣子 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遇到骨道的話 最好是還能夠用這種方式去做 就不用去談所謂的這些級別 那在這些級別裡面 我們剛剛談到都是管理端 如果我們從所謂的使用端 因為西北市目前來說 有訂定這幾個 所以我們用它為基礎去修正 也就是說 剛剛我講的一二三四五六 六級是管理端 可是在使用端來說 我們大概把它分成五級 然後會用很清楚的logo 去告訴登山者 如果你今天是親子共有OK 是這個部分 如果你是荒野的家長 你的小孩又參加旋風團 甚至連這一級 他都認為可以去參加 像你的小孩子 他甚至連探險機 小朋友進去 他都認為OK 那當然跟每一個父母親 跟每一個人認為的 也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大概會是這個樣子 去做 好 以上我們大概就把 市面上 講一下在賣東西 就是工部門大概在做一些 分類分歧裡面的一些長作的方式 不管是從 新北市啦 台北市啦 或者是林務局 我們的國家公園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自己的分歧 那 我們自己的分歧 我們就 這個三個理論要跟大家談 這三個理論要跟大家談 我們是上到幾年 OK 幾年半 就算我死了 OK 好 那 幾年半 說他要兩個小時 OK 我們先講第一個 它是三個字的縮寫 recreation opportunity 然後spectrum 油氣 機會 那這個spectrum 是那個光譜 就是拉一條線 往這邊走是怎麼樣 往那邊走是怎麼樣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然後所以我們 有時候把它翻成油氣 機會序列 序列 Anyway 那其實它是 林務署跟國家公園 通常在探討一個步道 或是一個森林區域 要發展油氣的時候 它有了一個理論 它有了一個理論 那它其實在發展一個就是一個 最適合發展的一個活動 也就是說它會因應它環境的屬性 提供足夠的遊戲機會 但是又維持它所屬環境統質性裡面的生態品 環境應該有的品質 是從這樣的一個概念裡面去發展 所以不是所有東西都適合所有人進去 也不是所有的步道 從頭到尾通通是鋪水泥 或者是通通都不做 都不是這個樣子 都不是這個樣子 而是必須經過一些基本的討論 那當然它還是從 減少環境影響的導向為主的一個管理方式 這樣一個方式 那它有兩個重點 它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油氣體驗的分類 那等一下會談的是一個 經營管理因子 因為這個有一點點相對應性 也就是說前面 遊戲體驗分完了以後 它後續會相對應的有六個 要經營管理的因子 有沒有人開始覺得頭痛 有齁 沒關係我們會舉兩個例子 而且其中一個例子 是烏來 但是很可惜的烏來現在明明冒 但是anyway大家當一個參考 因為那個可能跟北部區的 大家比較能夠relate到 講那個案你會比較清楚 好 六個大類 這六大類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第一大類這些 這六大類就是環境同質性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第三單也要談 第一個 原始 然後很討厭的 原始又有激洞 原始又沒激洞 沒激洞又有激洞 然後自然鄉村都市 其實你如果回去看我們剛剛 在新北市的分法也是一樣 焦野、荒野、探險 relate到這裡大概是原始 半原始無激洞 半原始有激洞 甚至於包含自然 大概就是在焦岩那個部分 焦岩那個部分 好 那這六大分類其實很重要 正在談這件事情 跟環境的特色以人為的干擾程度 對這兩種事情去做判斷 你可能其他的東西很難去做 但是人為的干擾程度跟環境的特性 你很容易去判斷出來 你很容易去判斷出來 第一個 我會很快的講 因為 沒講義 糟糕了 上完課大概基本上就會把 上課資料上傳了對不對 那這樣作業應該還可以慢慢做 好 因為你一定要看這個 因為 因為 我會背不起來 所以每次都要翻教科書 看 喔 OK 原始 它的環境特性 所以你要去redact 你選擇的步道 你所經過的環境 是不是這個樣子 第一個 它如果說落在這裡 OK 我們先講最糟的好了 區內有一些實質的變動的自然特色 然後質點的變動 等等之類的 好像還是回去講 等於說 區內保有大面積的自然環境 第二點比較重要 使用者間很少產生影響 也就是說使用者很少 這個就是我們後面要講的 你到了高山上去 基本上來說 你不想聽到卡拉OK 或是你到了高山上 你扎影 你不想聽到前後左右上 上下比較難 那是駐山莊 通通有山友在那邊 急急扎扎 因為你到了這種荒野的環境裡面 你就是希望能夠享受一個人的孤獨 不是喔 或者是 好 不要享受一個人孤獨 但是享受你跟自然的對話 那可以吧 那你會發覺你旁邊立廷 那邊在唱歌 那邊在講話 那邊在騎騎扎扎 然後半夜12點才 剛好睡覺 高山正好不容易頭痛好了 然後那邊的民隊又起來 騎騎扎扎的準備要拔贏 又要出發 很吵 所以這個絕對不是我們到高山去 需要遇到的環境的特質 好 有特質 OK 降低有關人為的限制跟管理 然後 不准使用任何的機動車輛 然後人為入侵的程度 你可以看得到 它有訂定必要的 所謂的我們一般在講的 容許料或是承載量 那 國內當然執行的比較少 好 除了早期的福山 那同後我們早期也有執行 林務局也有執行 那個車輛的管制 然後 後來慢慢現在包含 排雲也有管制 然後 嘉明谷現在也做 油客量的管制 油氣承載量的管制 然後 南高越的天使山莊 那個油氣承載量 也大概研究出來了 不知道執行了沒有 不知道執行了沒有 所以在談這件事情 好 在談這件事情 然後它的結構物極為的稀少 極為稀少不能說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那當然完全沒有是最好 一定是一個原始 那當然結構物看它的大小跟影響 我們後面會談 後面會談到這些東西 或者像 進到半岩石的時候 它就允許這個要極為稀少或單獨存在 OK 稀少跟極為稀少有它影響上的不同 有它影響上的不同 所以我才會說 有時候看這個東西 還蠻難去切這個部分 還蠻難切 特別是在台灣的環境裡面 那一樣的半岩石 它可能是這個樣子的環境 它可能是幾個這樣的環境 但是它可能 允許有其他的使用者存在 但是相對性來說的話 跟後面的幾個來說的話 你會發覺它的程度上面還是有差別 然後在所謂的半岩石 其實這兩個大概環境同質性相同 只是一個有機動跟一個沒有機動車輛的使用而已 一個有機動或沒有機動的使用而已 然後所謂的自然區域跟鄉村區域 還有都會的區域 那這裡面它用低密度、中密度跟高密度的開發 來去形容 再去形容它 在開發的 就是它的環境的一個特性 它的環境的一個特性 而且你看 我們從原始到半岩石的過程裡面 進入到自然以後 開始出現了這個東西 電線桿 電線桿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判別 如果你看到的電線桿 或是一些微波的設備 如果在台灣幾乎 不過應該有可能 還是會有 你們選的步道裡面應該還是會有 沒有電線桿 你們把日治時代的電線桿 不要把它當作電線桿 這樣可以嗎? 要不然我怕你們所選的一定都有電線桿 我們統一這樣規定 那 以現代RC水泥的那個電線桿 認為是 就是現代式的事物這樣子 做這樣一個判斷 你們去 你們到時候去做你們的 步道的分級分類的東西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從這一邊開始來說的話 它的道路 大概基本上來說 從人走的 到慢慢有一些步道跟 容許一些車輛的使用 但是不明顯 那當然因為它開始有點點激動 到自然的區域裡面 它的這些道路 或者是到了鄉村以後 你可以看到它一直在談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所有的開發裡面最大的破壞是什麼 就是道路 因為道路把人帶來了 暴露把車子帶來了 然後人來了就有什麼問題 垃圾的問題 然後車子來了就有所謂的污染的問題 這個是 所有開發裡面 大概道路是佔的最嚴重的 那當然如果我們不談這些東西的話 它像在你的肚子裡面畫一刀一樣 就像在自然的裡面 它就是 always 一刀切過去 不敢這個道路多麼自然多麼淹實 它還是永遠造成這種 我們叫漆地上面的切割或分割也好 會有這樣的一個環境 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從自然的低密度到鄉村的低密度 它除了一些道路跟一些電線桿以外 慢慢慢慢的到了這邊 開始有一些小型的度假村啊 流冰場等等這些出現 那你可能有時候會問 怎麼會有這些字眼 沒辦法 那個就是 我們照它原文的照翻 就翻成它這個樣子 那有時候我們就不會再去做修正 因為怕 因為我如果資料來源選成這個 除非就是資料來源 based on這個 然後本計畫再做適當的 因應台灣的環境再做適當的修正 不過anyway 大家就把這些東西稍微的了解一下看一下 所以你可以用環境的特色跟人為的入侵程度 就是切你的 那中文上看起來應該還好 像都市的高度開發區來說的話 那我想這個部分來說 以目前所選到的步道裡面 除非是跟社區比較有關係會有以外 其他應該都比較少出現這個部分 應該都比較少出現這個部分 大部分應該都是從鄉村一般開發區開始談起 這個是六個遊戲體驗裡面的分區的環境特性跟人為的干擾程度 OK 可以嗎? 可以喔 好 我們上到八點休息 OK 第二個 經營的管理因子 經營的管理因子 可及性就是我們剛剛所談到的 那個道路的問題 它到你那個區域裡面 是從高速公路下來 接著省道 接著縣道 鄉道 產業道路 一直到零道 假設 然後你把車子 淋到丟下來以後 開始走步道 你開始步道很明顯 然後還有一些人造的撲面 慢慢地開始走自然的步道 然後慢慢地走一些比較小的 但是路徑還可以明顯地判斷 最後開始走到荒野裡面去 大概談的就是這個部分 那我剛剛一路這樣講下來 大概就是我們所談的 大概就是我們所談的 從都市 進到鄉村 進到自然 進到半原始 激動 進到半原始 激動 進到原始 這整個的部分 所以 你要對這個部分做一些基本的描述 會油氣資源的使用 限定的經營管理 OK 剛剛講的社會的互動比較清楚 那等一下我們用案例來講 這兩個到底在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什麼 然後可接受的衝擊程度跟管制 一樣我們用案例來談 用案例來談 好 這個是第一個理論 第一個理論 好 因為我原本就的slide裡面 自然度 還有把自然度是 美國領務署或是 國調控委員 用來做幹嘛幹嘛的 也有有稍微介紹一下 但是這好像拿掉了 OK 沒關係 自然度指標 自然度指標 以人類的活動為主的一個焦點 那包含的就是 開車駕駛 那談到還是公布的問題 對生態體系的改變 那所以我們剛剛有談到的 道路其實是一個很主要的問題 因為伴隨而來呢 包含這些服務的空間 餐飲的空間 體質的空間 設施的類 然後世界的衝擊 那同樣的在自然度的理論裡面 它分成這幾個層級 123456 那你回去再看我們剛剛講的 你的ROS 其實是大概能夠match在一起的 大概能夠match在一起的 OK 好 我知道這是國家公園 因為它後面有relate到國家公園 是什麼區 看到這裡才知道 但是它的定義稍微比較不清楚一定 而且有些是有定量出來的 那這些定量可能對我們操作來說比較難 但是讓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比如說它談到了原始地區 那50年內認為影響幾輕 那這個部分 在台灣來說 我們的database沒那麼多 在國外來說其實他們的database很多 所以他們很容易用定量來做分析 在台灣要做定量有時候麻煩就是我們的database沒那麼多 所以很多我們做分析都是用定性在做分析 還有面積要大於2000公頃 然後你看一個自然地區跟包備帶 也就是那個緩衝離帶寬度要大於1公里 這個在台灣大概很難 或是很少 或是比較難去定義 但是這個講的都是定量 50、2000公頃跟1公里的這個部分 Anyway不管 但是相對於國家公園的土地使用分區來說 大概就是屬於生態保護區 跟特別集團區之類的 這樣的東西 那半岩石啦 一般的自然區域啦 低密度的開發啦 一般的開發 高尾度的開發等等 相對這個部分 大家知道就好 Yeah 這個包備帶的意思就是我們一般來講隔離帶 對 就是沿著設定好的這個區域的周圍 周圍的一圈的寬度 對 所以就是我剛剛談的 就是你要講到緩衝離帶也可以 隔離帶也可以 之類的 那 我是覺得 因為這個部分的分 你可以看到其實跟 ROS在談的都很像 但是一樣的 師叔同滿 鄰屋署跟國家公園 回到台灣也是一樣 台灣比較複雜一點 有鄰屋局 有國家公園 還有林業實驗所 還有國家公園區管理屬處 我們是四個部分在那邊跑來跑去 Anyway 但是大概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大概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這個部分你大概知道這個樣子 你大概知道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的作業是希望你 還是用前面ROS的理由去做你的分類 再接下來 我們就把 ROS的遊戲機率系列 跟自然度所定出來的分類等級 把它mix 稍微mix在一起 然後用人為的入侵程度 還有 因為這樣子你比較好判斷 就是一個紙群的分佈 紙群的分佈 紙群的分佈 把這個部分 你可能容易去判斷它的環境同質性 環境同質性 那特別是人為的入侵程度 或是干擾程度 還有就是一個 人為的入侵跟干擾程度 另外一個比較好去判斷的 就是土地的使用 它可能已經開發成社區 或是開發成別墅區 或是已經開發成榮園 再種菜 一定都有很多類似像 步道經過的這樣子 或是變成茶園、果園等等這樣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做 因為這樣的一個干擾跟土用程度 其實它大概就是景觀上面的改變比較大 所以它的地表上面的環境跟值取的部分 也會變化比較大一點 所以接下來你可以看得到從這個部分 這樣知道嗎? 因為剛剛從RS有六種 自然度有六種 現在整個整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要彈一、二、三、四、五 這樣的東西 我們等一下用案例講 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用案例講 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都市地區 我把它省略掉 半原始地區 機動跟無機動 我把它mix在一起 因為在台灣大概很少 大概很少 所以我就大致上切了四個區域 你可以依照你的環境 大概用這四個區域去做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它的環境特色是什麼? 當然我們前面有談到 不管是ROS或是自然度的裡面 比較大自然的部分 比較跟人員互動的部分 然後我們談到了原始地區 因為我們不是在談半原始 所以我一定不准有機動車輛的統計 在這個裡面 然後人為的入侵程度上面 自然的環境沒有經過破壞 我們這邊先定義一下 如果它曾經被破壞 但是超過一定的時間 所謂超過了一定的時間 可能像活動那樣子 都是個月類似像那樣子 過去因為有煤礦 可是那個煤礦已經廢棄了 然後現在青苔長滿了 然後榮樹也爬滿了 然後等等那樣子 我們稱它 我們就不稱它是經過人為破壞 還是把它視為是 人為未經人為破壞 也就是自然環境未經人為破壞 這樣子 這樣子會比較好定義 這樣子比較好定義 然後一樣的半原始的地區 那它其中的使用程度比較低 然後包含它相互的程度也比較低 那這兩個當然你可以思考一下 你自己的經驗 這一個程度跟這個程度 也相對的比較少的比例 程度上還是有差別 所謂准許使用車輛 是指的是對於一般定義的一般的使用者 准許使用車輛跟不准許使用車輛 還是針對管理者 就是說這個切是怎麼切的 沒有分這麼細 反正就是那個地方 車輛可以進去 一般的車輛 對 遊行遊客 對 使用者 一般使用者 對 對 有些地方 遊客不能進去 但是公務車 警察一下網車 進入車 對 就是遊客不行 對 但是問題是你調查步道應該沒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那樣就算了 對 對 為了大家作業方便 對 比較投機的作法就是 Anyway 老師沒講清楚的 你就自己定義 知道嗎 因為這個東西 你只要把你自己定義清楚 你能夠說服別人就能 因為 因為我們在談的是 這個不是一個說 就是我們現在不是在做案子 或者是說我不是對公務門 我一定要把這個 或是跟學者報告 我一定要把這個東西講得很清楚 定義很清楚 但是我覺得對志工來說 一方面也不要造成你們的 太多心理壓力 但是大概知道這個情況 至少我們大概在這個地方 下了這些 童子性分析完了以後 我們後續要做的 工程也好 或是工法也好 也許大概就可以 已經有一個依據了 已經有一個依據了 我覺得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訓練上面能夠達到這個樣子就好 所以在自然地區的話 環境的改變跟利用顯著 但善能跟自然的環境相融合 這個是在自然地區裡面 目前來說我想我們比較常 我們經常出現大概就這一點 沒辦法相融合 然後我就是很討厭這種定性 定性的東西很難解釋清楚 那你又問我老師什麼叫融合 你認為那樣子不融合 可是我看起來還蠻不錯的啊 對不對 所以定性的東西真的就會這樣子 因為每個人認知不一樣 每個人認知不一樣 每個人認知不一樣 等一下我先挑到一個slide 你認為這個材料跟環境相融合的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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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有壓力 跟環境相融合的聚首 聚董 你們要求標準這麼高 好 OK 放下 這一張 這一張跟環境相融合的聚首 真的沒有 那個金錢磚長滿了綠色的青苔 雖然走過去會跌倒 但是金錢磚如果能夠長成這樣子 還是不跟環境融合嗎 就是沒有人種 沒有人為的破壞才會長這樣 對對對 沒有錯 因為它旁邊還是停車位 但是蠻奇怪的 那聚草磚長滿了這個綠色的草 還是不融合 所以你們還是認為這樣子比較融合 不要說這張 這張是已經被重刷了 所以這樣子也不夠融合 所以這樣 等一下 再挑一張 好 說 所以你們認為最好是這樣步道對不對 或者是這樣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或者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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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所以這就是說 所以有時候這個東西 定性的東西會 有時候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意見 那我們先舉例到這樣就好 這個是我剛剛講 如果有時間的話 要講下禮拜的那個材料 好 好 就是說 從環境的特色 人為入侵的程度 到土地的使用模式 到自然度 因為 基本上來說都是很定性的東西 但是這裡面 自然地區 我們剛剛有談到的 這個土地使用的模式是比較好判斷的 比如說像這裡 它也許出現在原始地區 基本上來說 它應該沒有所謂的黃色 沒有所謂的黃色 但是到了半原始地區的時候 它慢慢的出現了一些公寮或是山屋 然後到了自然地區的時候 不管是房子啦 一些電感啦 一些微波設備啦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從原始的極跳到有自然極的時候 人為的干擾程度 很多的東西就出現了 比如說道路 或是PC的產業道路 它大概就會落在自然地區 特別是在台灣 而且這些東西一定都會有 那個中華電信的那一支微波 為了保障大家電話都可以通 所以你我都有享受到 所以這個還是沒辦法 那另外來說的話 包含可能有一些菜圓 果圓會慢慢出現在這個地方 但景觀上屬何以 何以跟上屬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去定義它 Anyway 那到了鄉村地區 你可以看得到 不管是AC啦 或是PC啦 等等這些東西 甚至於集會所啦 國小啦 其實到後面你會發覺 已經有點點把台灣的嚴肅加進了 因為這個後來我們在修正 這個是在做單大的時候 把地利三分鎖六分鎖那邊的環境 有慢慢的加進來 如果你沒去過的話 下次去大概就會知道 為什麼會彈這些東西 然後在自然度的這邊 也慢慢出現了黃色半水的農田 在環境裡面 人會改變了這些地形地貌的跡象等等 在鄉村地區 大概這些環境就很清楚了 就很清楚了 所以這個作業應該 我們商討一下 可能要長一點的時間 那慢慢的 但是你可能 漏下來以後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幾個部分 然後你變 可能你去現場調查的時候 順便把這兩三張帶著去 稍微的閱讀一下 因為你如果沒辦法記這麼清楚 土地使用模式 這四個是怎麼分別 我會記不起來 永遠記不起來 那或是當作進手機裡面 再雕出來看就好 這個是大概從這幾個區域裡面 然後還有社交的經驗 社交的經驗裡面 包含我們剛剛一直談到了 如果我們到了岩石地區 我們就是要體驗那種荒野感 跟那種浮渡感等等 那就不會像在這個裡面 你在鄉村地區或是自然地區 說不定有時候是一大隊的 一個team裡面 大概15到20個人的登山隊 可是你進到了岩石地區的時候 也許你就是三到五個人的那一隊 說不定走了兩天 你才遇到另外一隊 甚至你走了三天都還沒遇到任何一個人 但是你站那邊扎野 反正一定可以聽得到三強的叫聲 無數的叫聲等等 這一類型的 大概是這些東西 以上聽不懂 沒有關係 我們等一下要用兩個暗力來講 八點到了 休息一下 前面的有聽沒懂都沒關係 然後反正你們都有partner 那partner再不行就問一下小天使 再不行就看一下講音就可以了 如果再不行呢 我老師找出來 再不行就call out 好 好 前面介紹我們用兩個案例來談 那我先講丹大 岳嶺卡瑟系的這個部分 因為這條戲實在太沒 雖然橋段了93年 94年開始就進不去 不過它真的很漂亮 好 那我要先放一連續的這個區域的照片 那最主要就是要讓大家知道這個環境是什麼 因為我們前面也在談的就是環境的統治性 你用什麼環境把這裡歸納什麼分區 那歸納什麼分區以後 你的那個經營管理因子就會因應這個分區 會有不同的想法 好 OK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整個丹大的一個看的一個 連續拍的一個情況 那就是卡瑟系 這個是其實我們從三分所下切 他們布農組要回主營地的話 也是大概從三分所往下切 切到卡瑟系底以後 再越過去以後再回到他們原本卡瑟的那個地方 這條西很漂亮 因為它在這一個地方轉了一個180度 因為撞到這一個岩盤 所以這兩個岩盤中間也有一條西 有一個縫 它就是這樣轉過去然後再流 往三下走 這個是那時候調查 在西旁邊一定會看到的東西 然後這是到了卡瑟以後 就是早期有尊餘 原本櫻花溝五龜 如果這個地方沒有被那些 養高里菜的人 種高里菜的人 把紅尊放在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地方應該是櫻花溝五龜 第二個要富裕的故鄉 這個應該是93年 我們上去釣尊餘的情況 然後我在這邊撿了很多 蝸蝸蝸的那個種子 那是大西式的意思 小西式 小西式 比較大顆的那種 然後 我的印象很深刻 是因為太陽出來以後 整個西谷都是檜木的味道 因為為什麼 因為扁駁跟檜木都倒著四面八方的 所以我們在那天住了兩個晚上 燒的都是檜木 因為反正可以倒出 也帶不出去 所以只好用檜木 勉強的烤麵包來吃 那整個屋子一燒起來就是 喔 太香太香了 OK 然後這個是我們從六分鎖 過了七分鎖 要切一個他們叫做 五水公寮的地方 大概所以看到的情況 所以基本上來說 不用看大概應該是屬於野石地區 然後 丹大一直進到裡面 方過七彩湖以後 沒有要往六順 如果你方過七彩湖 一路要往花蓮的方向走 因為我們有西往東走 然後這個就是準備要下到萬榮 下到高燈的區域的一個情況 然後這個是往回走 走很多 因為當時的萬榮 那個是明田山的木頭 是從這邊採下去的 現在先走一段 他先走一段高山鐵路 然後再從高燈用鎖道運下去 到萬榮臨到底 然後再從萬榮臨到 那時候好像那邊還有高山鐵路 然後一樣再運到林田山裡面去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高山鐵路 一定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神 我在走這一段的時候 因為我要到旁邊拍照 但是我沒有注意到這個横向的是 撫爛的木頭 所以我就踩下去就斷了 撫爛的木頭 然後我整個人就掉下去 但是因為背包卡住了 然後神要衝來救我 我說你不要來 因為他那個身軀 就像要背他那個重裝 我就看他如果在那邊晃 我說我自己爬起來就好 因為這個地方已經剩下鐵軌 在支撐了 像這個也是一樣 半邊橋有沒有 然後你看這個已經隆空了 但是這邊是矮地 所以我不得不走上鐵軌走過去 OK 大致上的環境是這個樣子 大致上的環境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稍微的把它歸納出來 如果是這個樣子 它的分區應該是一個原始地區沒有錯 是一個原始地區沒有錯 然後我們剛剛講的有五個部分要去分析 所以到時候你列出來 如果你是原始地區 OK 然後你的環境特色確實是這個樣子 而且我們在那四天三夜裡面 是沒有遇到半隊隊伍 沒有任何的隊伍在這個地方 那種環境就更不用講會有機動車輛 但是我跟你講 台灣的騎登山腳踏的人真的是瘋了 他們後來Google網路以後 他們就是從萬 因為南投那邊進不去 他們從萬榮林道進來 你知道從萬榮林道到高登 要走四千階的階梯 他們扛著腳踏車就往那邊上 然後扛上去以後還走這一種路 一路上漆才 然後再從 我剛剛看到的單大林道出南投 大概是這個季節才有辦法出去 因為這個季節是乾水溪 所以他們到了卡車溪以後 稍微往上游走 那個地方水比較淺 他們就越過溪 然後就從地利出去 這樣子 所以這個如果早期你去看郵寄的話 很多騎登山腳踏車的人就是 那上次我們 這個是後來我們去做調查的時候 那有一次我跟 我講的我們去卡瑟西釣魚的時候 那一次是入海通 我們是開車進去 那一樣的很抱歉 因為我們同好有一些就是騎登山腳踏車的 所以他們一路從我們住的地方 騎登山腳踏車騎到七彩湖再下來 然後騎到七彩湖再下來 但是我跟另外一個說 你去騎我在歪 我才不這樣子 我說我們兩個去卡瑟西釣魚 釣魚比較舒服一點 比較舒服一點 好 這個是這個部分 所以一樣的 你大概把剛剛前面介紹的那些東西 把它locate 就是把它download 或是摘錄下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自然的環境 未經人為的破壞 然後 使用上不超過 因為這個部分 目前來說因為在街條沒有定容許量 或是承載量 但是在我們的研究報告裡面 是有定定將來 單大領導如果開放 因為它還是屬於 單大重要 野生動物重要氣息環境 雖然不知道保護區 所以那時候希望 如果假設有這樣一個區域 能夠開放的時候 那我們又希望 不要像台灣所有的保護區 都只能夠供學術調查研究 所以想要採用國外的做法 是不是在保護區裡面 也容許可以有油氣的行為 但是是有管制 或是有特許 所謂的有特許 大概就是它特許某些 假設 像賴鵬正代老師這樣子的 像黃也這樣子的 或是像千也這樣子的 NGO組織 他們也認同這樣的東西 然後發展生態理由 然後也很會落實整個 LNT的這個部分 進到荒野環境裡面 然後有可能一天 只能夠有15到20個人的名額 那這個裡面 你還必須受到 約制管束以外 你還必須要聘請 當地的島旅遊 或是原住民的向導 進入到這個區域裡面 當作帶領或是等等等等之類的 這是大概那時候的想法 所以才會有 類似像這樣子的做法 那確實結固 在裡面我們所看到的這些部分 也相當的少 那在土地的使用上面來說 也是一樣 有的是沒有道路 或是道路極為原始 大概基本上 都是碎石跟泥土的這個部分 大概沒有任何 是出現胚林的路 就是AC的路面 或是PC的路面 絕對不會有出現 它基本上 它們從過了三分鎖以後 一路進去都是一個碎石窩 然後那個 車子一開過去以後 後面好像在放煙霧帶一樣 所以我們每一台車子 大概都會離得很遠 離得很遠的這種概念 然後幾乎都是為 就是植栽跟掛木所覆蓋的一個區域 因為這個也很容易去判斷 你那個環境裡面到底是不是自然 因為你如果有經過人為的干擾 或是耕種過 大概基本上來說很少會出現這樣子 那當然你會發覺 如果以北新莊來說 你可以發覺 它其實早期先民耕種過 然後可能休耕了五六四年 甚至於上百年 那有些區域變成赤生靈肯完整 赤生靈很完整 但是從這個區域你可以看得到 那赤生靈很完整 赤生靈的靈相、靈形 或是植栽的種類 你大概可以判斷的出來 它跟所謂的原始生靈 還是有它不同的地方 還是有它不同的地方 包含就是 在這裡面原本還有蠻多 好像有上千公頃都是租出去給 種高麗菜的 那後來回收了以後 它們大概也都是用 岩葉松、烏葉松、烏心石、青鋼粒等等 這一類型的植栽去做灶 去做灶 甚至同樣也包含紅塊、扁膜之類的 去做灶的一個情況 所以有些東西慢慢慢慢回來 其實只要人類退出大概五年之內 它就會有很多東西慢慢回來 然後我記得我們最後一次去的時候 三腔那不用講了 然後水路大概也會看得到 水路也會看得到 然後遇到一個台電的人 他就說你要不要看水路 我說好吧 他就走到另外 因為那個水路死掉了 受傷 可能是打獵的時候 有打到當時沒死 然後就逃到一定的地方 最後不行就死掉了 那死掉了 晚上再去看 你就看得到黃鼠狼 從水路的屁股就跑出來 因為葡魯類的動物 屁股那個地方最弱了 比較容易 黃鼠狼沒有什麼 不像黑熊 因為台灣沒有包 或是老五之類的 他在搖盒裡面 那這幫助黃鼠 基本上從屁股一個最軟的地方 他會轉進去裡面吃 所以我們燈一照 他就跑掉 好 另外來說的話 在自然度的部分 在自然度的部分 那確實 基本上來說 我們那個team這樣進去 沒有任何的人類的活動 大概就只有我們那一隊 大概只有那麼一隊 然後 因為那時候 因為台電當時 為了回復這一個 OK 好 沒有照到那裡 丹大月嶺 如果當時有開城的話 他是台16線 他是台16線 一路是要從南投開到華連 那當時開是因為為了維持東西岸的書電 他能高月是65kb 就是65千瓦的書電 所以能高月那個65kw可要可不要 所以後來拆電好像有點要放棄 就把它要拆掉 可是丹大月的這一個是35kb 就是34500千瓦的這一個高壓速電 東岸的電大概是從西岸這樣送過去的 所以這一條是絕對不能斷 因為這條也是台電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命脈 所謂的命脈就是他賣錢賣很多 因為就是賣電給東湖的人 所以他們每一年在丹大林道跟萬農林道 投資了數億元 維持這兩條路的暢通 這兩條林道的暢通 但是因為這個樣子 雖然他們有搭了一些公僚 不過基本上來說 我們都算是還是屬於一個原始的區域 雖然這邊談到了 因為他的一些人為的結構來說還算隱密 而且是生命安全跟環境衛生需求所蓋的 這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也就是說 比如說你到了嘉明湖山屋 你可以發覺 他明明有山屋怎麼會是原始 但基本上來說 他如果是為了生命安全的這個概念上面來說 我們還是認為 然後他會帶一個 他不算隱蔽啦 但是基本上來說 他還是屬於一個自然度比較高的地方 相較之下 相較之下 然後大概基本上沒有任何的地形變化 地形地貌的改變 當然自然因素產生的山崩啦 沖刷啦 這個不算 我們談的是人為因素所改變的地形地貌 所改變的地形地貌 所以在社交的體驗上面來說 大概就是一個體驗荒野孤獨 而且是自我依賴 就是說你的team三到五個人 自己背 吃的 喝的 然後大概不會跟其他的隊伍有任何的一個互動性 比較少 比較少 所以活動上成員也不會是一個team 就15個人20個人這麼大的隊伍上山 這麼大的隊伍上山 基本上三到五個人五到七個人還算可以接受 再多人其實也不太適合我們所謂的在原始地區的活動 原始地區的活動 這個是大概 在這個部分自然度跟社交的體驗 這個是我們談的同質性的分析裡面 我們談到這五個部分 再來我們談的是經營的管理因子裡面 後續上如果我要維持這個地方 那這六個因子我要怎麼控制 或是在開發裡面 第一個 它的道路系統我當然還是維持這個樣子 我不會去建議鋪設AC或者是水泥 但是你們調查的區域步道裡面 也許有很多是社區 那team會遇到社區 它會告訴你 我要上山去農作 我必須開耕耘車或是開小發財 我還要到山上去載農作物下來 那這個時候 它可能沒辦法接受 你給它的是這樣子的一個比較危險的環境 因此你可能某些部分可及性的道路上 你就沒辦法維持這個部分 至少區區不平或是路面狹小的這個部分 你就很難去做得到 像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我們當時為了去這個臨道 我們每一台車都備了兩個備胎 因為它這個千棉岩被風化 因為你剛剛看不到 那旁邊其實很利 那個輪胎一直開過去以後就會被切掉 那那個是沒辦法補的 你不是被釘子砸破了輪胎 你帶那個補胎劑去也沒有用 所以我們那時候大概是這個樣子 不允許車輛進入 而且不開設任何道路 然後以步道為主 這是我們認為 這個是個原始區域 然後看那個環境說 我們認為首先第一個 在道路的可及性上面 我們應該是這樣子在做 所以應該要維持這樣的一個環境 所有的東西都是用走路的進去 都是用走路的進去 第二個我們前面有講的 那六個經營管理因子的第二點在講 非油氣資源的利用 所謂的非油氣資源的利用 就是其他的 不是油氣的部分 比如說像 早期有的發布 過去曾經有的採礦 甚至於包含高山農場的利用等等 那這些部分 非油氣資源我們應該把它停止掉以後 然後你希望用什麼樣的一個方式去做 這樣子的一個改變 那這個是大概基本上就是一個資源的使用 資源的使用 那因為這個案例 因為它有發布 過去有一些採礦包含早期 現在有一些高山蔬菜的利用 所以會有這樣子的東西 你們可能思考一下 你們的環境裡面 會有哪些非油氣資源的利用 可能大部分還是一些農作 那每一框的部分應該都停了 基本上大概都停了 所以那時候是要走 等一下會放黑布地山跟神山的案例 因為那時候就是想走這兩個 類似像這兩個 因為黑布地山又太過油氣 但是沾的部分有一點點 國家公園有管制 但是就是想走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油氣活動 現地的經營管理 現地有什麼東西 現地有什麼東西 這個雖然是一個很原始的地區 但是想當年 這個 咱們老講把這塊地切給孫海將軍的時候 去經營這塊地 那孫海將軍的後代正蒼木葉 你如果去日月潭車城 你還可以看得到正蒼木葉幾個字 有沒有 木頭的木 木頭的木 正蒼 提正的正蒼 是你的蒼 輪蒼的蒼 正蒼木葉 它的後代現在還在 它的後代就是 那 你可以看得到 在這麼原始的深山裡面 裡面還是有這麼一座 我們叫做海天室 那沒辦法 林業的人員 或是早期在山上工作的人 驚天為地 所以你到騰子區也是一樣 還是可以看得到 拜託令 就是管理處的人 還是在那邊活過土地公廟 那這個也是一樣 那當時 因為山上住了蠻多人的 所以它有一個類似 像以前救國團的那種 山褲 這種山褲 這山褲真的相當好 我們退的時候 不會退的時候 應該也差不多九年前 退的時候 因為有些東西 都還是快木做的 但是不知道這幾年 台貨這麼大 是不是有時候先壞掉了 要不然早期 早期我們就跟理務局說 如果這個你們收回來 要經營的話 我們直接進去經營 這是一個 因為 因為這個地方 再往上走就是這裡 這個的下面就是 這個正蒼木葉的 他們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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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選的地方 就是一個陽光會 紫色進來 在這一塊 整個區域前面的這個地方 它在地利的山下 也有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不過都已經破舊了 破舊了 只有在山上還有 等一下 講這麼多 應該是講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邊在談的是 人生設施 人類生活所需要的這些設施 偏向簡單 然後 材料符合自然的環境 然後 基本上來說 是不提供給遊客 過於便利跟舒適感 也就是說 如果你進來這裡 可能沒有電 或者是一天到晚 整個晚上我們是供應 六點到八點 你需要煮東西 你需要 social 的時間 其他我可能不供電給你 等等之類的 你上來可能需要自己帶睡袋 或是我供給你睡袋 但是什麼什麼什麼等等 有一點點像現在拍雲在吵的 到底要不要供電的問題 在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當時就是說 我們不應該給你過於便利跟舒適感 好 那 等一下後面再講 好 那在社會的互動裡面 剛才跟 跟前天在談的那五點裡面 有一個 social 的部分也是一樣的 你來 很想看到就是一個夕陽 你站在那個山頭上 都沒有任何人 然後你就這樣子靜靜的看到大家 從陽光慢慢變黃 慢慢變可以 好 然後你想走的就是 在這條山頸線上 大概只看到幾個山友 甚至偶爾看到山羊 或是屯池裡面的一些水路在那邊 好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談的社會的互動 社會的互動 好 OK 這個也是神 這個也是神 沒有 因為那次去剛好 有點危險 所以請 夫妮做向導 帶我們一起上去 可接受的遊客衝擊程度來說 在這邊你可以看得到 通常較低嘛 所以我們希望要有專業的向導 跟保育責任的概念在這個地方 然後對遊客的限制也較為嚴苛 所以基本上要限制你 能做什麼東西 不能做什麼東西 那在公約上都應該要這樣子去做 在公約上就要這樣去做了 就像國外的生態保護區 他給特許公司 這個特許公司 將來在帶遊客的時候 比如說一天 只能夠有15個 或是20個人進來 然後多少人在這個裡面的時候 你就不能再有遊客進來 等等 這樣的東西 另外來說 在可接受制度化管理的程度上來說 也是一樣 一個限量跟行為的約制 限量跟行為的約制 等等 這個是第一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 OK 然後第二個案例 我們用屋來風景區 可能很多人選的步道 大概會跟這個部分比較相像 它的寫法 沒有把它這麼明白清楚地定義出來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它的論述裡面 有稍微對環境做一些不同的講法 因為這裡是一個mixed環境 有些又變成原始半延始 但是有些又變成現代 因為這些東西確實是事實的存在 但是你如果離開烏來 往烏來山裡面稍微走一下 所以它談的是一個烏來地區 用風景區這個方式來帶 那這個是有一次我們在找案例研究的時候 找到一個研究生 然後他好像是台大的林彥哥老師帶的 所以他用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很適合給志工們做一個案例 所以我把它抓出來 然後你看一下 第一個 除非你選的是像我那個很原始的部分 或者大概都會像這個樣子 可及性來說 它把困難度、道路的布徑跟山徑 還有交通工具做一個基本上的說法 烏來、台北市、柏油路面、捷運、班車、騎車 OK 它把這個形容是一個很現代化的 那也就是說如果在分類上 應該是一個都市區域的 這沒有話說 可是其他的油氣之眼跟可及性 可能有些地方就變成了延始或半延始 這樣的做法 那因為它在它的分類裡面 又有一個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可以 ignore掉 但是anyway 它大概依照它的做法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雲山樂園 它是屬於現代性的 就是因為有公車可以到達 那有些溫泉的賞鳥、釣魚、烤肉的 它認為是半現代 然後像娃娃鼓這一類型的 車家步行的 它把它定義成是半延始有機動車輛的 但是如果再往深山裡面走 塑溪、登山、車子也沒辦法到等等的這個部分 然後包含長途的步行 這一類的它把它定義成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有mix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你的步道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多多少少都會出現 兩種或到三種 像它描述的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說它這個樣子 是比較好適合你們去做分析 再來對遊客而言 道路它是屬於現代 然後交通便利 它的進出大概是這個樣子 塞車嚴重等等 但是基本上來說 它可以滿足多元需求的遊戲機會 因為我們在談的遊戲機會 就是它的從原始、半原始 一直到所謂的鄉野、郊野、都會等等 那這些我們談的就是不同的遊戲機會序列 可以滿足全家老少 可以滿足你喜歡走健行的 可以滿足你喜歡走登山、演野行的 大概這些 所以環境的同質性越多 它所可以滿足的需求就會越多 大概是用這種概念去講 那非遊戲資源在它的這個裡面有第一個 高山的經濟農作物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它有稍微論述到 包含因為它是屬於原住民的這種來源的部分 然後它也談到了這個檳榔樹的問題 它也談到檳榔樹的問題 那當然它這邊沒有像我們那個 把非遊戲資源的部分講得那麼直接 它也沒有說檳榔樹要廢根還是怎麼樣 因為那是一個一連串很複雜的問題 所以我在想知道教授應該知道它 用一個比較中性的字眼來寫這個問題 所以它只是點出來 那可能檳榔樹這個地方跟土石比較容易流失 而且可能在所謂的半原始跟半現代的這個部分 然後但是對大多數的遊客沒有造成嚴重的影響 這是一個很中性的講法 這是一個很中性的講法 但是如果是你們因為反正我們也不多要公布 或者是你對你自己的設計有期許 那你可以協力你們比較想要的做法 OK 這樣的做法 限定的經營 限定的經營 OK 它這裡面談到了除了道路的開發 跟遊記區的開發以外 其他的可能講的還是比較屬於剛剛講的 不管是塑溪、釣魚那一類型的 還是保持比較有原始的風暴 這個是限定的改變的程度 那包含比較靠商店區的、靠老街那一部分的 它還是比較認為是跟機械等等這些東西 比較屬於現代的這個做法 所以我就說其他的部分它還是認為 跟自然的資源比較穩 對啦 如果從整個烏來的大的地區 集中在那個烏來商業區裡面的話 跟幾個大的環境來說相對是這個樣子 是沒有錯 是沒有錯 然後包含在設施的部分 設施的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會牽涉到你們 後續在講步道的情況之下 所以如果它是在一個都會 那當然沒辦法 你不能給它一個不舒適的環境 就像我們在原始的那個地方 那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談到了你針對遊客 你針對大家會扶老細幼 針對大家有可能穿平鞋、穿高跟鞋 所以你必須要給它的洗手間、衛生設備、覽車等等 那當然它有下在比較延時的地區 那就用這種方式去做 而且安全性也會相對的降低是沒錯的 安全性也會相對的降低 整體而言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做法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做法 另外社會的互動 沒話說了 在一些比較現代的區域裡面 它從都市型的到延時型的 所以對於各種不同的社會的互動需求 所以提供了參與的多藥性的選擇 那有些東西是禮聘到前面的部分 另外來說的話 可接受的遊記衝擊程度 那當然我們回到最原始 本來半延時就是一個環境比較敏感 環境比較脆弱了 所以它可接受的衝擊程度相對比較低 那你到了都會區 反正已經破壞成那個樣子 也沒什麼環境敏感的問題 所以當然它接受的吸引當然就比較強 能夠接受環境的破壞程度就比較強一點 但是這個部分它談到 比如說一些比較延時的自然環境 不管是露營烤肉還是這個問題 包含水鹽污染的問題 燒垃圾或是燒炭火 石頭上燒黑黑的等等這些部分 那野生動物的捕殺跟摧殘 這個可能在講的撈蝦、抓螃蟹 造成的這些問題 所以它會有這樣的一個 那當然它後面大概有描述它 在這個狀況之下它認為有這些問題 可接受的這種制度化的管理程度 你可以發現其實這兩個東西 有時候在談相同的或是類似的問題 因為你可接受的遊客的衝擊程度 它當然會稍微談到 對遊客行為的限制或椰制 那在制度化的管理裡面 它談到的遊客管理 所以大概會有相差不多類似的這個情況 所以便利安全適當的制度化管理 那因為它所涵蓋的東西幾乎都涵蓋進去了 那我們剛剛談到的那六種型態來說的話 但是它講得相當的好 這一方面還需要加強國民的公道等 這個部分 還是要從教育開始去著手 那這個部分是大概 國人很多沒辦法達到共識的 這個部分 OK 這樣有沒有問題 兩個案例大概這樣子 好 我們的課後作業 你們都已經分好組了 已經分好組了 所以依照前面的理論或是案例 然後把你們的步道 環境去做調查以後 做同時性的這些分類 那分類好了以後去檢討 經營的管理因子 那六個 六個經營的管理因子的各項內容 好 各項內容 好 有沒有問題 目前先沒有了 做下去就有了 OK 但是做下去就是剛剛談到了 有些條件如果你沒辦法 你就自己稍微設定一下 沒有就扣好 OK 沒有 沒有 有 夜野腳踏車算機動車量 夜野腳踏車算不算機動車量 不算 人力的都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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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問性來說 大家都不數機動車量 同意 但是 他還是不算機動車 你看 OK 沒問題 所以這要 要破的檔 還要破的檔 真的好 我還沒想那麼清楚 你們認為呢 什麼會比較好 什麼會比較好 呈現 文昌剛剛問是要 破的檔 還是PowerPoint的檔 對不對 過的檔 好像 他會破的檔 不能覺得比較嫌棄 或是 或是 看個人嗎 客戶 對 對 客戶 一般的 也就是 前面的 挑釁的人是 手提供 握著 看個人 手提供 好啦 都可以啦 如果你認為 握著檔 比較能夠 就寫得清楚 用握的檔 如果你認為PowerPoint這樣一張一張講 也可以講得蠻清楚的 你就用PowerPoint 記得交來的時候最好都轉成PDF 要不然有時候握得那個2003、2010、2014 還有那個字型基本上 然後格式都會亂跑 所以記得都出成PDF檔 請問一下 您的2010報告案子 你當時可以獲得檔案 那你幫那個案子幫你幫幫你幫忙 一定是獲得檔案PPT檔而已 那PPT檔案就是各階段的期出、期中、期末 然後最後的報告書一定是獲得檔案 OK嗎? 不相關的也各位可以問 沒有的話我們要進下一個 好 放輕鬆 去看一下馬來西亞的神山跟日本的黑布利山 日本的黑布利山 OK キナバル在亞比沙巴 好 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沙拉利山馬來西亞 OK 大概是在這裡 中南排 南排在這個地方 好 這個Slide 應該已經 應該是網路上已經沒有了 那個是蛙達 蛙達早期還沒出名的時候 青蛙 還沒出名的時候 在網路上就有了 現在他出名了 可能那些東西都撤掉了 OK 東南亞最高峰 4095 4095 キナバル 然後他在1964年被列為國家公園 然後在2002年的時候 被列為馬來西亞第一個自然的遺址 自然的遺址 這條極限上看不到人 我記得應該是有人在上面 好 你以為 好 他應該是走原始 然後有管制的部分 所以 第一個他還把總部在這個地方 1563 要走到10,000多公尺的地方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所有的行李 不要的行李寄放在這裡 但是他規定 我不知道這個改掉了沒有 改掉了沒有 因為這個比較早期的 我不知道這兩年有沒有 我還沒有去把 對 但是至少那時候是八個人 要有一個高山巷島 而且我記得他整個都背15公斤還幾公斤 不像我們的原住民 一邊都背30公斤 要尋到那一種 然後大概是新台幣1500元 1500元 OK 然後他再把車開到登山口 大概是從1886開始 就開始走到40952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那這個是他的入口 檢查哨的地方 他會讓每一個人 進來有他的一個 歸屬感 所以 他有一百五十個人的上限 然後 你來了以後 他會給你一個 你家子 ATSPA 那個team裡面的編號 001的那個人 然後2004年9月18號來爬這座山 給你一個 就是這樣的 名牌 給你這樣的名牌 我們下次應該 來發展這個 然後這張名牌就賣你 多少錢 1500 我想收500塊就好了 我發光給你好了 就讓你有這個 然後他們的國家 這個應該是世界自然遺址的LOGO 對不對 這個才是他們國家公民的LOGO 好 Anyway 那基本上他的步道 其實有些都衝抓的還是蠻嚴重的 畢竟那種午後強降雨 然後這種黏脂的土壤 然後像這種東西 兩邊都高中邊就低 遇到這個狀況真的很難解決 那超難解決 那就像東南步道有一段 要到 而且過了北叉以後 要往蠻嚴岩 那一段又特別多 然後又是這種狀況 就是它是一個峽谷地形 然後走在中間 那個真的不知道 很難解決 很難解決 那通常他會走到那個 我記得是蘿蔔塔的這個山屋 第一天大概 然後家常會住在那個山屋裡面 很舒服的一個山屋 那 所以後來他成立了一個環境保護的部門 基本上來說 為了維持它的原始性 所以它沒有水泥打造的這個部門 我不知道現在怎麼樣 現在怎麼樣 這個以上資訊都在六七年前的 然後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就是去揍吧 去揍 那這是垃圾桶 這是公秤 這是垃圾桶 這是公秤 大概六個小時可以到達這個山屋 這個山屋 那可能是因為平地比較少 所以它變得不把它做立體式的發展 它沒辦法做太大的平地 所以它只要往立體上去整 那有人說它是五星級的山屋 不管 反正它有毛毯枕頭 挖挖挖這些東西 甚至還有教育廳 OK 餐廳建教育廳 然後來自世界各國的人 可以透著落地窗出去 在這個部門 其實它蠻硬的 三二七二的這個部門 然後上下鋪 上下鋪 等這個樣子 我只能夠介紹到這裡 再來就是開始爬山 所以它基本上來說 管制限制大概就是在那裡 然後每天一百五十個人 然後登記 然後它給你那個名牌 然後發給人去請一個向導 大概是這一類的東西 那第三天屋很多人去過 但是到部門就是要去看那個雪牆 但是有一次我們去的話 大概就是很榮幸就是有在那邊住一個晚上 我像臺灣的團大概就是一天全部拉完就下山 而且能住一個晚上會比較好 OK 基本上從東京一直到立山黑鋪的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應該是從富山開始 這個地方開始走 那它比較好就是它給你歷經四種不同的油氣的交通體驗 第一個它從富山的這個地方走到美女坪 它是坐浮地 來 鎖到 就是這個車 像舊行商的Cable Car一樣 它是拉在地面上的一個斜坡 所以你 走在這個上面往上走 然後到了美女坪以後開始轉電車 然後電車到了這個地方 應該是叫四堂 那因為立山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四堂的周邊 它有很多住宿的地方 那通常國內大概這邊完了以後 就在拉往這個地方以後 坐這種嵐車 懸空的包廂式的嵐車 走到黑部 黑部以後通常應該是用走路的 到了大壩坪以後 然後再下走這個 烏軌的電車 烏軌的電車 然後下到 哇 下到哪裡 是象山高原這個地方 所以 電車高原巴士 烏軌電車還有四堂 另外還有徒步 應該是五個 可是日本人真的很棒 日本人他們因為時間多嘛 所以他們都在這個 泥陀啦 天狗這邊 開庭 因為這裡面有很多濕源 就是濕地 但是比較屬於高山狀況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然後就是 這幾個會經過的地方 可以浮地鎖到 然後搭電車 然後在這個上面往下看 這個季節應該也是這個樣子的 然後向下面搭烏軌的電車 那完了以後 最後到士堂 士堂 住一個晚上的時候 它是一個轉運跟住宿的地點 OK 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它不允許 任何私家的車輛上去 所以你任何上去的人 在富山那個地方 你一定要下車 所有的車子就停在這個停車場上面 遊客只能夠搭它 然後再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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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遊覽車照 一大圈過去這裡等你們 沒有任何的私家車輛進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市堂這一邊 這個區域也算是一個保護區 它有雷鳥 是一個白色的 我們簡單講就是一個白色的母雞 這樣講給它 它是雷鳥 它是雷鳥 因為在雪地裡面 所以是白色的 是白色的 然後周邊這些 你可以看到都是它住宿的山莊 相當的好 但是每一個山莊所提供的人數 那個就不太清楚 但是我們那時候 去的時候是住雷鳥山莊 住宿 但是我們那個雷鳥山莊 所有的垃圾 最後不是我們背出來 但是他們的員工會背出來 所以就是我們入住以後 然後前一天 第二天 因為早餐吃完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員工就開始打包了垃圾 然後背出去 然後到了中午 然後到了中午過後 他再把物資再背進來 再背進來的這個概念去做 這是我們吃的東西 有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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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棒的是這個 很大的一個交椅室裡面 一個大的壁屋 大的壁屋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看書 然後看外面的夕陽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然後這裡有溫泉 所以沒有拍到溫泉 沒有拍到溫泉 因為洗澡的時候 雖然有熱水 但是通常基本上 他有一點點像 他有一點點像 他有點像Yellowstone 有時候我們走到那個彩虹噴泉那邊 然後有時候 那個地上就會冒 冒熱氣起來的那個 那個感覺 那個地形 那個地形 就或是像我們小遊坑 走進去就偶爾這邊蹦一下 那邊蹦一下 然後會冒煙 然後我們住了這個地方 所以他基本上溫泉 就直接引進來 然後包含很棒的這個 但是就是說 我們如果歸納 把遊戲機器系列 原始的環境裡面 在談這個部分來說 他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遊客你必須要有必要的犧牲 跟付出 那相對的就是 我們要有一切管制跟體力 那這個才是享受的來源 另外一個是 有效的管理 對環境的注意 對環境的注意 然後 適度的開放 反而是對民眾一個 很好的認知跟了解 就像我們福山 去申請 那大家都會去聊 為什麼我要申請 原來它是一個 自然保護區 或是生態保護區 那這裡面有什麼 為什麼 大概基本上來說 你就多多少少少 會比較有一個 對環境的了解跟認知 那當然很重要的 這些設施都很好 但是你會發掘 貼心的服務 貼心的服務 因為你只要問 櫃檯的人 或是問那個 你可以得到很多的服務 很多的服務 而且很貼心 很貼心 那後面這個是我們有稍微 因為你去談 或者是自己的社區部分的話 自己的社區部分都可以加上 自己的傳說跟故事 那這樣子在談的時候 比較可以對於這個土地 產生敬畏跟尊敬 因為有時候在談這些部分的話 當地的居民對於土地的認知 或是對於土地產生這些故事 那基本上來說大概就是 靜天未地的這種概念 靜天未地的這種概念 OK 好 以上大概兩個案例 兩個案例跟大家簡單的做說明 所以你可以 兩個國外的案例有做一些管制 然後兩個案例說明 同質性的分析怎麼去做 然後一個是很單純的 就是一個很原始性的 然後所做的這些六個經營的管理 然後一個是烏來 它有mix的很多各種不同的 環境同質性 但是它沒有很清楚去切割 只是做一些基本的概述 這些東西都是你可以來參考的 你可以來參考的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就要往下走 往下走就是下禮拜要鋪陳的東西 因為我怕下禮拜要講很久 工法太多 還好就是有幾個人有操作過 因為沒操作過的人 聽工法有時候會聽起來是 阿 阿 聽 阿 聽 但是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聽過以後再去操作 操作完以後再回來聽課 你會發覺是一個不同的感受 是一個不同的感受 所以我很快的run一下 OK 下禮拜開始要講工法 其實工法裡面有一個 在台灣 國外在談步道 基本上都是談 下禮拜要講的 步道的排水設施 可是在台灣在講步道 都會淪落在講步道的材料 這個是兩個比較不同截然的做法 國外不管是林務局或林務署或是國家公園 他們在討論的 國外不只是美國 歐洲 或是紐西蘭這些 他們在談的都是 怎麼樣去把水從步道裡面倒開 那 回到我們這裡 主要大部分都在談 會怎麼樣把鋪面 整坪 做階梯 然後做好 鋪好 讓遊客比較好順暢的來走 那當然 跟我們講的 遊客的認知有很大的起義 遊客的取席 或者是 動不動就要申請國賠等 這類時間的東西都會有關係 所以我們才會有專章來談 材料 再來談材料 你要想想看 你步道要用什麼材料 會有幾個關鍵點 第一個 目標跟使用者 所以我們再分嘛 如果你是都會型的區域步道 或是鄉村型的區域步道 是會不一樣的 因為你面臨著使用者 很多使用者 而不是一個 只是 不是一個專門背著登山背包 穿著hiking的鞋子 有充分的裝備要去走的人 因為有可能都是 在他們家後院 他今天早上出門 說不定就這樣很簡單的就要上山 所以 目標使用者 會影響你所要用的材料 會影響你所要用的材料 當然 如果是公務部門 這個東西就更重要 預算跟維護費用 可是他通常都會告訴你 預算真的很少 但是牽涉到安全 他又把錢就打下去 所以這是一個很矛盾的 維護費用 那當然我們這邊要談的是 所在位置的環境特性 如果環境不是這個樣子 你還是把這個東西帶上去 那當然是不好 所以你去思考你這幾個主要的因子以後 所以你會發覺 常見的步驟材料有以下幾種 第一個 混凝土步道 不管是混凝土的階梯 不管是混凝土的產業道路 不管是這樣子的一個 或者是像在新加坡植物園裡面 常常會出現的這種有拓印的 這種混凝土地平 這個我們基本上通稱都是混凝土 第二個是洗石子的鋪面 或者我們講抿石子的鋪面 洗石子的鋪面 等等 這個大概都會在都會局的步道裡面 會常出現的材料 第三個是這一種 不管是石板 我們看一下 水泥板 OK 都有 三 四 五 基本上可以稍微地 歸成一大類 不過還是有它的不同 所以我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不是枕木 是 是法的枕木 是水泥做成的燒山類型燒修 花燒的燒 山木的山 燒山 就是山木用火表面會去噴烤 噴烤的 它是水泥的 所以我把它歸類在混凝土的圖板 像我們早期因為在温水 游客服務中心因為沒有錢 所以樹長就說沒有錢 我們就用最簡單的方式打一塊水泥 表面刷中間流平邊 聽不懂沒有關係 那專業樹泥 然後鋪上去 然後中間流嘲諷 草長起來就好了 那枕可以走就好了 就是最便宜的做法 Anyway 慢慢的有一些所謂的 預住水泥磚 就是台大人行道場在走的 或是外面人行道會發亮的 那個也是一柱水泥磚 只是那時候因為回收材的環保要求 所以要求不管是AC 或者是微柱水泥磚裡面 要參入多少百分比的玻璃回收的材料 打碎就是那個樣子 其實台灣還比較不普遍 去歐洲告訴公路上 很多都是這種AC裡面加了這種 所以你開上去 所以表面散來散去的 散來散去的 從抑制水泥磚慢慢的 到了塊石步道 或是到了枕木殼框裡面 會回田碎石 那這邊另外還有一個叫做 土壤固化步道 這個在國外 一些環境裡面會用 在台灣 台灣講的土壤固化是把土壤 標新應該有講過 貨水泥 然後鋪上去 基本上我們統稱那個大概就是有一點點 裂脂水泥的概念 車子不能壓 但是人走雨衝刷都比較沒有問題 那國外的這種土壤固化就是現地的土壤 加露化劑下去打濕 日本有很多的壁屋或是燒財 燒水水湖的那個區域旁邊 它的自然土壤 你看起來是自然土壤其實不是 它就是自然土壤加露化 然後去把它焊平整形 那那個看起來跟自然土壤沒什麼兩樣 可是你會發覺那個很堅固 也不會泥泥 也不會泥泥 是這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環境看起來是一樣的 不過因為它的施作的工序跟水準 跟環境的要求 在台灣高溫多施多餘的環境之下不適合 那大家知道就好 OK 那當然還有木棧道啦 還有這種比較自然的步道開始慢慢出現 開始慢慢出現 然後當然還有一些碎石步道 碎石步道 像 在哪裡 在哪裡 小天使們 這二格 二格山的門口啊 拍出去的地方 它這個都是碎石 但是因為它碎石有稍微的夯實 配比上面有一點的調整 等一下我們外面會談 所以還算不錯 那二格的 然後等等等等這樣的自然步道 好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官戶的賞鳥步道 還是200幾年做的 這個步道啊 今天早上到下午才剛完成 但是你看起來好像很久對不對 這個就是手作步道的一個迷人的地方 做完了以後 想辦法去找一些長滿青苔 或是像我們在台大操作長滿蕨類的爛木頭 就把它擺在路旁邊 或是石頭把它擺在旁邊 然後泥土夯實以後 稍微的撒一點點浮葉上去 你看起來就好像已經完成在那邊 十幾年二十年的做法 但是這一季是我們必須要講的 因為關乎三角魚的關係 所以當時在彈的時候 只要翻動木頭跟石頭 或是取石 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至少在翻的那個過程裡面 先要注意一下 有沒有三角魚都在裡面 有沒有三角魚都在裡面 這個是自然的步道 那當然也有這一種步道 認為它是水泥的舉手 OK 那好 那它的水泥跟環境融不融合 有人認為不融合 我沒有帶那個 我想看那個霹靂霹的 沒有 這個是高衛三五角 這個是水泥步道 沒有錯 這個是高衛三五角 這個也是水泥步道 這個是高衛三五角 這個也是水泥步道 這個也是水泥步道 下堂課我可以放那個照片 你們猜猜看哪一個是水泥 哪一個是高衛三五角 OK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 能夠採用比較自然的方式 在操作 那OK 那像這條步道 因為目前來說 沒有很明顯的路徑 所以我們在操作過程裡面 會稍微的先把路徑整理出來 那很多人都擔心 那你這樣子不是把它破壞了嗎 手作有點跟機械工程進去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做法來說 都把表面的槽除掉而已 跟系跟所有人 錶圖大概都還留在那邊 所以你只要一個月以後再過去 大概又回復成這個樣子 那某些部分我們必須讓它路徑路基是清楚的 至少這樣整過以後 下次在這個樣子的時候 有經驗的人 大概基本上來說 還是有辦法判斷 步道在哪裡 步道在哪裡 但是我們必須要講 我們前面不是有剛剛談到了嗎 你的目標類型是什麼 你用使用者是什麼 你必須為所有的人思考到 所有要來用路的人的權利 那這個就是你必須去衡量 你的步道要做成什麼樣子 所以某些很自然荒野的環境裡面 它還是會做成這個樣子 在一些Stack Park裡面 它旁邊也許維持一個很自然的荒野度 那是為了社區的人來使用 那當然到了山上環境過去的林道 那偶爾還是有一些打AC 慢慢慢慢慢慢的到了碎石 慢慢慢慢到了進到自然的原始 快時也好 自然的土路也好 還有我們剛剛談到的這個問題 這個都還算小 這個是非機動的登山夜的腳踏車 這個是機動的全地形登山車 另外你還沒看到是越遠摩托車 不過必須談的就是說 國外對使用者其實它有很大的考量 所以它會去開闢特別的路徑 讓它們去玩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必須要講是針對它們 所以它會特別的開放 並不是所有的步道都是這個樣子 早期新北市在金瓜寮溪 曾經開闢一條Dunghill的登山夜腳踏車的路徑 我們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 大概將近一公里而已 也是這樣跳來跳去翻來翻去 但是唯一我看到為這些有需求的人 因為你為它做 所以你就會發覺永遠在捅厚 在福山或是在 甚至像我們剛剛講的在當代越野 越領到裡面 你都還是可以看到它們在這邊騎來騎去跑來跑去 然後包含登山夜夜腳踏車在能高越特別的多 摩托車跟夜夜腳踏車在能高越特別的多 但是還是有這些人需要用它 所以生物通道的問題 生物通道的問題 入拳 當然很多人包含著無障礙的 包含著騎馬的 包含著騎腳踏車後面帶著小朋友的 但台灣比較少 可是大家就很奇怪 為什麼國外可以做到這麼樣的標準 在台灣比較 它雖然不是像我們前面談的這個 荒野或是自然不當 但至少提供一個不是打AC 才能夠讓推輪椅的人 或是推銀河車的人可以走的路 所以它還是可以一個比較軟性的做法 還是可以一個比較軟性的做法 我們下禮拜應該會講它怎麼做 好 那幾次的福州山去調查 每一個季節有不同的變化 所以這個是大概就是在春天的時候 雨降的比較多的時候 雖然沒錯水泥是很不好 但是它繼承了事實 然後在這個季節 其實還算勉強可以接受 至少不是這麼樣一個 而且時間上也久了 所以比較不會去感覺 它是一個很生硬的東西 就好像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你現在看到這一個 就是我們從萬隆寧到台電的手 都要上去七彩虎的時候 其實告訴各位 這個一片一片的都是水泥板 就是這個東西 只是它在那個環境裡面 慢慢慢慢的也被這些第一啊 苔藓啊 蓋掉了以後 死掉了以後 第二年再長 死掉了以後 第三年 然後加上一些歲月的痕跡 所以慢慢慢慢 當然我們還是希望能夠 留有一個比較自然的 那福壽山到中埔山 很多這樣的沖石溝 所以要解決的是這些東西 當然要解決這些東西 不是我們在鋪一條水泥步道 我們在談的 怎麼樣把做橫向結水 把水結掉 然後可能適當的 必須要稍微的回填一些土石上去 或是單純的食物的問題 或是單純的食物的問題 好 以上 大概我們先做這樣一個簡單的禮言 然後下禮拜我們談 步道的工法 的一些細節的東西 有沒有問題 A A C 就是 波油 P C 是Pure concrete 就是 水泥 S 對不對 A AC 波油路面跟水泥路面 沒有時間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可以下課 OK嗎 好 希望這個禮拜沒有太大的壓力 然後下禮拜來聽課吧 那個 步道工法的東西 好 下課 謝謝 謝謝